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七月份的神中课《效法主耶稣》的内容 七月份的主题是《末日实行的生活方式》 今天七月一日的题目是《经历耶稣的生活方式》 引用的圣经章节是《加拉太书2章20节》 内容是 我已经与基督同听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2章20节》 神拥福的内容是引用1892年6月21日 平月宣布 淮爱伦师母所写的文章的其中一部分 今日的信息说 我们如果要被列造耶稣的门徒 就需要重生,使自我是死亡 使徒保罗他在哥罗西书3章1节和3节里面就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跟着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新的道德的品味 他们会爱上帝所爱的 因为他们的生命 借着不便应许的今年 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相连合 他们的心向往上帝 他们的祈祷就是记载在诗篇的119篇18节 那里说,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他们在不变的标准当中 看见救赎主的品格 知道虽然他们犯了罪 但是就不会得救留在罪里面 而是得救脱离了罪恶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作业的 他们靠着基督的补血 被带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看见上帝神圣界命中 基督的公义的时候 就会很惊叹地说 在诗篇19章第7节 那里说 耶稣的律法全被 能骚醒人心 当罪人恩着基督的功劳 而获得赦罪 借着相近祂 而披上祂的乙袍的时候 他们就和诗人 在诗篇119篇103节 同样的话 你的言语 在我上堂 何等今尾 在我口中 比蜜更甜 另外在诗篇19篇第10节 那里说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更甜 且比枫房下滴的蜜更甜 这就是悔改的情况 当上帝的灵 控制人心的时候 祂会让父母的心 转向疑虑 让伯异的人 转向疑人的智慧 遥下的律法 将被视为上帝品格的写真 从上帝的恩典所感动的心中 将会拼发出新的歌 因为他们了解到 上帝的应许 已经实现在他们的经验当中 他们的罪过得到赦免 他们的罪业得到遮盖 他们向上帝悔改 违反他律法的罪 信靠为他们 称义而舍命的耶稣基督 以上的内容是 引用1892年6月21日的平月宣布 今日的信息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的收听 明天请继续收听 再会